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喂 欧洲各个杯 今晚开球了 捧哪队 哪队有机会获冠军 很多人贴葡萄牙 我都喜欢葡萄牙 我捧斯朗 大有危机 所谓成也斯朗 败也斯朗 斯朗这一届好球 上一季一个人入四十球球 很厉害 教练就叫他回来跟一队友分享一下入球经验 谁知道他只是教人插花 没有教人入球 那就糟了 大家怎么配合他呢 那就生疏了 有危机 最大的危机是来自主办国瑞士 瑞士摆明想线葡萄牙 首先比赛场地用仿真草 仿真草就是没有泥 没有泥怎么种花 没有花怎么插花 斯朗败加火 还有 仿真草下面是水泥 水泥就是硬地 硬地降花插不下 我想斯朗的表现会大打折扣 还有我听到一个小道消息 瑞士将会把葡萄牙的住宿 安排在一个红灯区的地方 大家都知道 斯朗是很风流的 住在红灯区 两天之后还不跃远? 怎么插花?有奸计 不过我想最大的问题是出自在教练身上 就是大飞的士高拉里 听说他就跨海口 好 这次葡萄牙必入八强 只有八强大家就走 打算去收拾包袱 就是达到指标 就是无心乱战 踢球 靠士气 宝贝很危 对 还有, 士高拉里最近忙什么 不是忙教练的工作 是忙转会 听说他就约斯朗开会在哪里开 在车仔开 车仔, 刚刚斯朗才赢了人家车仔 你在车仔开会 只剩一只脚出来 还有, 听说他不在车仔开会 就在另一个地方叫曼城 曼城更糟糕 刚刚, 曼城上一届就赢了 曼联两次 几乎搞到曼联捧不了 那你说斯朗去到门口 大家世仇 在门口打起来 不用进去开会 多危险 还有, 这位教练 这次大飞的编排有些问题 据说, 二十三个队员里面 只有一个正选前锋 还有, 这个前锋在外围 进了一球 那就糟了 所有入球的责任 交在斯朗身上 但是, 斯朗 刚刚这季进了四十球 人是有极限的 所以, 之前他在欧联的时候 踢十二码都远 射不进 那不进球, 怎么赢冠军 有的, 有一个办法 看白乌龙呢